農曆新年,大家都忙於辦年貨 但在疫情下,不少人的消費都變得嬸神 不過香港品牌《香港製造》仍然受香港人歡迎 有本地零食品牌,部分賀年產品已經賣光 還說會在過年後開分店 究竟它是怎樣做到的呢? 山手作品牌成立於2016年 斥肢數百萬自設廠房一條龍生產 堅持以香港為生產基地 品牌主力製造果仁和有關的素糖 今年市道不好,負責人Sarah坦然燒情受到影響 不過憑著香港品牌的優勢 農曆新年整體燒情亦不過不失 疫情維持了一年 以去年11月開始 整體一個年度來說,我們是下跌了50% 因為我們之前有些旅遊店也有賣我們的產品 那些是每個月都拿6位數字的生意 現在是一張單都沒有的 這是很大的影響 但是很慶幸就是我們真的做了香港製造 現在我們所有的生意都是來自香港人 即是香港的人自己本身 產了香港製造品牌 因為他們對香港製造這個確實是一個情懷 所以托賴都可以捱得到這個寒冬 所以我們還可以 今年很多的賀年產品其實已經賣光了 租金貴向來是零售商的致命商 據Sarah透露,在營運成本當中 租金比例就佔高達4成 所以品牌板 品牌歷史下租金相對較便宜的優勢 剛剛在上個月增設門店 不過Sarah認為歷史擴張 新店選址更加需要有策略 如果真的再開新店的時候 我就會選民生區的地方 因為本身我們除了香港製造的產品 甚至我們另外也會有一些海味雜貨 我覺得選資會選在民生區的商場開店 很多現在地產商都明白大家都是難關 所以他們都很自動減租 以及給我們一些很優惠的租金 就像我們剛剛在灣仔新里東街開了一間新店 他們都真的很好 那些地產商都是給一些很便宜的租金 那麼我們就想大家會Win-Win 大家Win-Win 那我們就可能後充這些時機去發展 疫情持續 Sarah認為今年後市仍然會比較偏正 所以品牌會更加穩打穩摘地擴展 照片和宣傳推廣 都會可能開兩間分店 希望其實都會可能以pop up的形式會多一些 流動性一些 因為始終大家都不知道前景是怎樣 另外我們會嘗試不同的銷售方式 例如我們現在很流行的直播帶貨 我們都會做的 但是我們就不是一個普通的直播帶貨 我們可能會出一些快閃的 突然之間會有很大的推廣給大家 這樣去做這些就不會不定時的優惠給大家 如果在人手方面的 首先我們公司是沒有財導員的 還是加了人手的 因為都是新年前我們的產品比較熱賣 但是找人手方面都是比以往容易一些 可能有很多公司經營不了 或者有些財源潮 我們都很welcome所有各行各業的人 今集完商有計 香港品牌有客路 逆市民生區開店更臭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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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